大家好 欢迎收看 我是罗宾看 我是罗宾 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同时也是在主管机关金管会 颁布所谓的限空令的第一天 第一个交易日 结果今天怎么样 整个大盘往下开低之后 一路往下杀 最低一度跌了151点 随即拉高 不过很可惜 这个拉高只维持了一个非常短暂的现象 大概这个盘上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 随即作为一个压回 最终还是下跌了124点 尤其今天的低点来到13273 13273了 这个13273就刚好那么碰巧的 刚好跌破上个礼拜五的一个低点 13274 虽然只有下跌一点 只有破一点 但是破底就是破底 所以代表目前怎么样 整个盘面上还是空方的一个气氛 基本上是比较高涨的 也因为今天是整个政策上面 所谓的限空令颁布的第一天 第一天 生效的第一天了 结果今天好像看不出这个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人都在讨论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是不是没效啊 反正空头怎么样 不跟你惊 一样照杀照砍 那其实这个限空令 到底有没有效 当然你以今天来看 似乎没有看到太大的一个成效 但是如果说你纯粹以今天来看 你就断定它没有效 我想这个还沿着过早 沿着过早 因为今天来讲情况比较特殊 为什么 第一个今天其实在亚洲股市里面 有开盘的只有我们跟日本 其他比较其次的这些 这个地方我就不讲 我都主要的一些地区了 包含韩国 因为建国纪念日 它今天休市 它没有开盘 另外中国大陆跟香港 大家也知道 十一长假国庆日 尤其中国还要一休休到十月七 这整个礼拜怎么样 都在放假 好 那整个亚洲股市 主要股市里面只有我们跟日本 今天是照常生 这个照常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开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面对上个礼拜五 美股又呈现了一个破底 美股又呈现了一个大跌 平均下来 几乎了四大指数都下跌1.5%以上 那在这种情况 今天一定会有来自于外资的卖压 对不对 可是外资如果今天要卖股票 结果韩国韩国休市 中国大陆香港也休市 我能卖的只剩下哪里 我能卖的只有台湾 跟日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会承受的一个卖压 本来就会比较重 就会比较重 所以这很正常 所以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 你要讲说今天整个限空令 它没有效 我认为有点太过武断 至少怎么样 至少你再观察个两到三天 好 再看看情况怎么样 因为今天确实 只有我们跟日本开盘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就要承受比较大的卖压 你只要承受比较大的卖压 你要讲说整个限空令无效 我想这边还需要再观察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上个礼拜五 美股又持续的一个破底 最主要美国在上个礼拜五 公布了一个PCE 核心的消费者的一个支出 4.9 在8月的 比7月的4.7 要来得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看到今天 一些盘中的节目 大概也有很多的专家权 我们又在讨论 那接着下来 因为确实如果从数据上来看 整个联准会的压力又大了 对不对 因为8月你看 跟8月的CPI一样 没有降下来 反而又往上争 所以代表美国在整个联准会的部分 持续在做升息的这样的压力是十分大的 所以大家都在预期 那现在可能到今年升到4.5还不够 本来鲍尔市的 如果说你依照9月的一个点证图来看的话 明年大概怎么样 持续升息大概就在4.6 4.7之间 对不对 可是今天我居然有人听到 我有听到有人这样讲 他说升到4.7 4.6还不够了 至少要升到6% 升到6%还得了 现在才3.25 升到6%还在升级 尤其到今年升到4.5 大家都已经哇哇叫 如果说明年还要再升1.5% 明年还在升6%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夸张的一个数字 当然这个部分 我说过每个专家每个权威 他都有阐述他自己的一个意见的 这样一个自由 对不对 我们都给予尊重 但是以我个人来讲 我是不怎么认同 因为你说要升到6% 到明年那个情况 你现在升到4点几% 大家都已经觉得 对整个景气甚至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报告 不仅是冲击到景气而已 有越来越多的外资报告 甚至于怎么样 认为这会引发另外一波的 所谓的金融风暴 甚至于金融海啸 4点多%都这样 你升到6%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也没那么夸张 而且最重要的 为什么说要升到6% 依照某人的观点 他就认为说 因为现在整个CPI的数字 还在那么高 8的一个位置 那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过 这些我们都给予尊重 只不过我个人认为 因为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8月的一个CPI 甚至于上个礼拜 所公布出来的 8月的一个核心的消费者支出 CP这个PCE 都比7月要来得高 所以如何如何 大家都以这样的一个 判定标准来认定 我们说过 现在大家都认定说 年底以前要升息5码 也是基本上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字 8月的一个数字 来做一个推估 但是我必须请各位考虑 想象一下 我请问各位 现在几月了 现在10月了 如果现在已经10月了 你还在用8月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 会不会有点 好像过时了 对不对 你至少我们看到 9月的CPI出来以后 到底是继续往上升 还是持平 还是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回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判断 你接着下来 联准会在11月1号 2号开会的时候 他会升息 吉马又或者接下来 他会怎么做 是不是会相对 比较客观一点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点 我这样说好了 各位也都看到了 每年指数 对不对 在上个礼拜短线 创下114.87的 这样的一个高点之后 现在已经降到了 112块左右 也就是说美元指数 已经在整理了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对国内的一个科技股 冲击相对比较大的 美国的10年级公债 在先前在短线上面 突破了4字头的 突破了4%的 这样的一个重大关卡之后 现在也回落到 大概就3.83左右 那换句话说 因为股市 汇市跟债市 基本上他们是有 联动的一些效应 所以如果说从股汇 占三者联动的关系来看的话 债市跟汇市都已经明显 这些原本我们大家 很恐慌的一些问题 已经稍稍的怎么样 已经稍稍的降温了 没有那么恐怖了 可是在面对股市 这个债市跟汇市 已经慢慢的降温 这个危机 有稍稍缓和下来的 一个情况之下 可是在股市上面 在上个礼拜五 美股怎么样 美股继续破底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其实短线上 有点怎么样 有点杀过头 有点杀过头 大家怎么样 有点过度的恐慌 那依照过去的一个经验 只要是杀过头 只要是过度恐慌 我不敢讲趋势改变 我还是先讲 整个熊市的结构 没有任何改变 只不过在短线上面 如果说已经过度恐慌 已经杀过头的情况之下 至少会有一波怎么样 会有一波像样的反弹 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即便今天10月的开月 怎么样 大盘又出现了小幅的破底 因为今天13273 上个礼拜的13274 那破底就是破底 破一点也是破底 所以代表对多方还是相对不利 不过也因为连续性的一个破底 像今天基本上还是收在一个 比较靠近今天低点的一个位置 代表大家的信心还没有恢复 不过我上个礼拜五 也跟各位讲过了 依照今年以来的台股的一个惯性 即便你说今天10月3号 第一个交易日 怎么又往下垂了124点 往下垂才好 往下垂才好 如果今天就往上开了 那相对 反弹的空间就受到压缩了 好 那我也跟各位讲过 来 我们来看 我就从今年 有没有 这是今年以来的惯性 有没有 从高档下来 来 先看四月 有没有大长黑一根 有 跌了1101点1101 跌了1101点之后 四月大跌 五月怎么样 五月有没有反弹 你要讲整个五月的月K线 只有涨200多点 你说那也没什么200 六千几点 起来200几点 真是很弱势 没有错 如果你要纯粹 以这个200点来看 确实是不多 可是你不要忘了 五月开盘之后 它先往下打 对不对 最低甚至于打到了15616 打下来之后 再往上拉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从低点到高点 低点在哪里 低点在15616 高点在哪里 高点在16807 如果你低点到高点 其实在五月份 它是反弹多少 它是反弹1200点 这个1200点不算是小反弹 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下来 因为趋势不变 熊市结构还是不变 所以接着下来 到六月份 又出现了一根大长黑 这一根更大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 总共跌掉了1987点 跌掉将近2000点的一个拉回 有没有 可是一样 你只要前一个月 出现了超过1000点的压回 有没有看到 接下来的一个月或两个月 基本上它都出现了反弹 六月大跌 七月怎么样 七月弹了多少 七月弹了174点 接着下来八月 八月弹了95点 没有错 七月174加八月95点 加起来也是只有200多点 看起来好像也不多 对不对 可是一样 跟当时五月份一样 七月份开盘之后 有没有先往下打 有没有 最低达到哪里 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数字 13928 之后才出现反弹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从七月的一个低点 13928 然后到八月的一个高点 来到15475 哇 这一低一高之间怎么样 它就涨了1550点了 对不对 一波1550点 你说 这是不是对各位来讲 是一个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 不是让你解套了 毕竟今年下来 已经跌了5000点以上 你说1500点的反弹 要解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至少 是不是可以让你怎么样 至少做部分的疗伤 你想要收回现金的 是不是也可以 趁着反弹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收回部分的现金 我一直告诉各位 保有现金重不重要 我这样说好了 现在即便这个熊市 让大家怎么样 哇 怎么样 心惊胆跳 可是这个熊市会不会结束 会呀 怎么不会 不管它走一年 走两年 让你走三年好不好 这个熊市终究 以后有结束的时候 就好比上一波牛市 走了12年 12年也会有结束的时候 也是会步入熊市 同样的你熊市 不管一年两年三年 你终究还是会有下一波牛市要来 但是我请问各位 如果当下一波牛市来的时候 底部确立长线的低档正式要起涨 结果你手边没有任何的现金 你只有股票等解套 那我请问各位 这一波牛市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一波牛市来对你有什么帮助 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可做 你只能很被动的眼巴巴的等解套 那总是这一波涨5000点涨1万点 自己也无关 你就等解套 你搞什么 所以你手边一定有现金 当然不是要你把所有的股票卖光光 但至少你又有现金 当未来真的那个长线底部出现的时候 你才有钱可以逢低来减便 这个是我过去一再告诉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你高档不出你低档何来买进的资金 对不对 你又不是说钞票自己硬 所以不要小看熊市下面的一个反弹 这都是机会 好 那回到上个月九月份 对不对 真的是悲惨的九月有没有 跌了将近1700点 那如果按照前面的惯性 这里跌了1700点 那接了下来 那个10月 10月第一天往下 往下就往下 前面不都往下吗 不就开盘以后都往下吗 最后我们看的是这全月 整个10月它有没有反弹的机会 如果有 往下打不就好机会吗 你才能够减便宜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纵使是下跌 下跌才好 下跌才好 下跌未来它走高的空间才大 尤其在趁着拉回的时候 你才有布局的机会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卖掉了易得 对不对 现在不是 为什么要留现金 我们等了不就这个机会吗 好 那除了说整个技术面的 关系以外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下个礼拜 10月13号 10月13号 要公布CPI 美国9月的CPI 很关键的一个数字 我想这个数字绝对攸关 你接下来11月 到底零准费要升一码或两码 要升两码还是三码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数字 好 那当然大家现在还是认为说 就下不来了 怎么样了 对不对 可是我个人倒是比较乐观 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在整个9月份 行情是大跌 可是美元怎么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 美元在9月份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 涨了多少 涨了5% 美元在9月份涨了5% 涨了5%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美元涨5%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如果说你拿美金 你去买东西的话 都打95则的意思 起5% 你的美元涨大5% 对不对 所以你用美元买东西 就打95则了 如果说与美国这么依赖进口 几乎样样东西都是进口的 一个情况之下 我现在美元变大了 就代表美国人买东西 用美元 持美元去买东西 都打95则 那如果说我们拿美元买东西 都打95则 我不敢讲说整个9月的CPI 会降5%了 我也不敢这样说 但至少你都打95则的情况之下 你说对9月的CPI 会不会有效的下降 至少我们要讲这个机会是有的吧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这个机会是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旦公布出来 这个数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8% 而是有机会降到7% 又或者降到6% 那你认为 如果这样的一个数字出现 有没有机会 能够扭转联准会在11月1号2号 他要开会 有可能只升起两码的一个情况 你认为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现在大家都预期 他要升5码 11月3码 12月2码 那如果公布出来的一个数据 没有大家那么紧张 但是我股市已经先跌了嘛 可是公布出来的数据 并没有那么糟糕的情况之下 那你认为这个行情会怎么反应 我说过你做股票 你不是随着市场的气氛 随着市场的氛围 人工当力的化当 人工塞力的化塞 你要从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思考模式去想 我说你要有另类的思考 你要学习 什么叫做赢家的思维 现在大家一味的偏空 你就跟着大家一味的偏空 那你怎么当赢家 你跟多数人都一样 所以你要去想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从不同的面向去切 有些时候结论就不一样 更何况我说过 接了下来 这个礼拜重头细续 9月营收了 到下个礼拜怎么样 营收公布完之后 就变成9月的怎么样 第三季的季报了 那一样 美元 从7月8月9月连续三个月狂喷 6月收盘 6月收盘29.7 到了9月 你看这支有大支 有没有 到了31.7 第二季生殖2块 如果说 以外销公司 他拿到了美金 在第三季 升值2块 你认为这个汇兑书 这个汇兑的收益 它会有多少 那这反映在季报上面 你认为 对现在已经跌深的 甚至都已经跌到 惨不忍夺这些股价 你认为他是继续再踹他一脚 还是当这个数字出来之后 有机会能够让他怎么样 能够让他做一波反弹 你自己去想 所以我认为 综合以上我们所讲的 综合以上我们所讲的 我认为10月份 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月份 所以对于那些被错杀 被低估的超跌的股票 其实晋级 尤其是这几天 10月的月初的时候 再开低往下杀 那反而是一个大减便宜的机会 不妨各位投资朋友 想想看 我讲的这些 有没有道理 不妨参考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政策颁布 所谓的限空链的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似乎看不到这个效果 我们刚刚上个阶段也讲了 你不能怪罪这个 所谓的一个政策无效 因为今天本来就比较特别 因为有太多亚洲股市 包含韩国 包含大陆跟香港都休息 所以我们本来就承受 比较大的一个卖压 所以今天下跌基本上不奇怪 甚至于月初往下做一个拉回 我也觉得这也是合情合理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以上个月大跌1700点的情况下 这个月基本上出现反弹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如果在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 包含汇队的一个季报的一个汇队收益 还有整个CPI公布 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降温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都有利于在10月份做一波反弹 所以如果说有利于在10月份做一波反弹 那打下来 在月初的时候打下来 那不就是一个机会吗 对不对 不就是一个机会吗 尤其我说过哪些 那些被祸杀的 那些被杀到已经见股的 超跌的 那些被低估的 我认为趁着月初这样杀下来 你要去留意它的一个切入点 就好比说来 我讲这张股票大概没有人敢跟你讲 北极星有今天又输了 甚至于今天收盘之后 119.5 北极星就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一波跌下来 从200多一路跌下来 到今天已经跌了100块 我请问各位 它基本上没有没有改变 你说有 是不是利多出境 是不是费尖皮亚的狼 只有3.8万人 你现在说讲的这些利空 我请问各位 先前他一路 从100出头 一路涨到200多的时候 难道这些不知道吗 难道前面在涨了这个时候 费尖皮亚的人是38万吗 也是3.8万 对不对 所以代表它的基本面 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拉克省为了解盲之后 股价差那么多 代表大家反应过度 尤其各位 这张股票当时 上一个波道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是不是在100出头买进 对不对 后来一路涨上来 很多人没有来得及跟上 大家都在讲说很可惜 我问各位 在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现在股价要回来这个位置 是不是机会 你自己决定 好那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月初有震荡 有震荡才好事 反而让我们有大减便宜的机会 那对于接下来的操作 你不晓得该怎么做 对各位是最棒的 最适合的 我说过了 随时都可以拨一通电话 进来做个询问 我们会给各位怎么样 我们会尽全力 给各位最大的协助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感谢观看